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就是讨厌喝水吗? 想养成喝水的习惯 这五招教你无痛多喝水 今天要来聊聊关于说 喝水有益健康 多喝水就是能够让你的新陈代谢变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就是做为个做不到 任凭你做尽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就是无法养成喝水的这个习惯吗? 今天就来教你五招无痛多喝水的秘诀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中山站 可以说是你知道热门中的热门 每回我经过就是在排队 你有没有觉得我每次介绍东西都是在排队吗? 因为台北人就是爱排队 这间叫做大师兄销魂面铺 讲到这间店呢 如果你知道无知如我 我之前都觉得说百货公司好多这个销魂面店呢 就知道大家为什么还要去排这间什么大师兄销魂面铺 就是大家好蠢哦 好笨哦 我后来才知道说 哦 原来是不一样 不同家 只是他们卖的品项很雷同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记它的名字 后来才知道说 哦 这间大师兄销魂面铺 的确在全台湾有很多的分店 但是你大部分在那个什么 百货公司楼下吃的地下街 就是不是他们本店 是别的品牌的 你一定要认清楚 大师兄销魂面铺 我后来发现的确有些地下街有进驻啦 可是他们的装潢都特别的气派 我记得在那个桃园的那个outlet有一间 然后我今天吃的是中山站 它算是本店吧 然后星光三越在A8还A级 楼下也有一间 A13很像也有一间 我若没记错的话 这几个店 然后我记得外线市也有 那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他们的分店 它这间店呢 我只能说你吃过这间店 你再去吃别间的这种 所谓的销魂面 它的东西就是不跟宽 虽然它的价格真的是比 其他销魂面店还要贵一点 但是这间大师兄销魂面铺 它的面真的是非常异常的Q弹 它的汤也是难得少数 我会想要把它喝完的汤 它们家的汤除了就是 就是那种红烧汤之外呢 它里面会加肉 然后会有所谓的豆腐啊 或是豆皮啊 那又鸭血 那我这一次去点的 就是我想说我不想吃肉 所以我就没有点肉的品项 我就点它们最基本的就是豆腐啊 然后还有什么豆皮跟鸭血 那因为我本身对鸭血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之前就听了一些说法 就是这种飞禽雷 它为了加速它就长得比较大 比较肥美一点 就会打一些生长激素 所以这些鸭血或鸡血 其实对于那个血液里面 都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化学 就是药剂 所以大家就会建议说 如果能不吃就不吃 我现在讲的是我单方面的 就是听说 这不代表是真实的 我只是听过这个说法 所以我能够选择不吃的时候 我就尽量避开鸭血 加上我本身对于血型 我就是也不是那么的喜欢 虽然我敢吃 但是也没有那么爱 那我去店员就很贴心说 你鸭血也敢吃吗 然后我说 他竟然问了 那我就问说 我如果不想吃的话 可以换吗 那他说可以换豆腐 那完全就是间列星系 我本身就是豆腐空 豆皮空 他就说可以换 我说当然就换啊 所以我就整个端上 也满满的豆腐跟豆皮 然后是红烧的汤 那它的面是干面嘛 它单吃就很有味道 因为里面的油葱非常够味 它上面也铺了一些葱 那就是吃起来就非常的清爽 而且在这个夏季吃起来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夏天吃 我之前当然也吃过一些 就是美食街的那种 别尖的所谓的销混面 那也是不错吃 但这间店你吃起来 你可以明显感受到 它的面条的那个处理 就是特别的 你知道分明 不是粘在一起 有些地下街的那个面条 它上来之后 你在拌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面条是粘在一起 就你很难拌开 但他们家的是你真的 就是它里面的油脂应该是非常够 所以你就随意地搅拌 它那个面条就是到根根分明 就是你吃的时候 是它完整都可以包裹住一些酱油 跟它下面的那个油葱 就觉得蛮厉害的 在此推荐给你 这间叫做大师兄销混面铺 那我吃完之后的评价就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排队了 因为它之前大排队的时候 我真的都懒得去排队 直到就是这礼拜都一直在下大雨 然后经过发现 既然没有人在排队 就饥不可吃 赶快吃起来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其实你应该的限动 24小时之后放到面食的精选区 大家如果想吃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精选咯 那讲到这里 IG其实你应该还没有按赞吗 赶快去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限动会发一些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提文都是发就是音档 但是我的限动还蛮有趣的 就是老王卖瓜自己吹捧一下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讨厌喝水吗 想养成喝水的习惯 这五招教你无痛多喝水 我跟妳讲喝水这件事情呢 我真的本身是专家 我告诉大家 我从前是滴水不沾的 我的血液里面以前是流场着奶茶 我真的是一滴水都不喝 我是直到我当兵 但没比如十年前我才开始喝水 那我当兵完之后才开始认真 觉得如果人生如果要活下去的话 就是继续要摄取 就是单纯的水分 我之前就觉得人生喝饮料就够了 饮料就是水 那后来我在当兵的时候 因为被迫 军中不能够常喝饮料 没有所谓的手摇杯 也不能够投那个饮料机 所以你只能够喝水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 嗯 这个是个阶段的好时候 那时候我就用了几个方法 那我今天就精选了五个 第一个呢 瓶装水 喝瓶装水 你就会多喝水 这一点呢 其实是我在当兵的时候一个学长 然后那学长是医生 那时候他就在聊天 就是大家在放哨啊 或是大家就是下哨之后 在聊天的时候 就他就说 诶 我看你很像很少在喝水 我说对啊 我不喜欢喝水 我真的很讨厌喝水 那这个医生学长 他就跟我说 他以前也是不喜欢喝水 那他就教我一个方法 他说 我告诉你 你就买瓶装水 你就买那种很贵的瓶装水 他说还故意要很贵 是有点价格的 他说他都喝某一个牌子 就是国外进口那种 山泉水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盲测 就是关于矿泉水 喝起来的口感 我跟你说 我真的对水蛮有研究的 因为每一个矿泉水 你单喝的话 你会有种无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认真的去品尝 每一个水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说 有些水他之所以贵 他真的喝起来就很温润 很厚实 但有些水就是喝起来廉价 真的有些怪味 即便他是瓶装水 但还是有些怪味存在 但有些人就是他喝水 他不在意那个味道 他就以容量取胜 他就会某某个牌子的水 他就特别喜欢 因为很大观 但是总而言之 我也不是个炫富的人 我要讲这点是因为 前提是你是个不爱喝水的人 那你可以从瓶装水喝起 那个医生的学长 他给我的理由 就是他觉得说 当你要花钱的时候 你就会心痛 你会心痛的时候呢 你就逼自己把它喝完 我为什么就被顿悟了 我就想说 对耶 他这个概念 整理是变相的花钱 但是买健康 听起来就想说 就是有钱人才会这样做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真的走投无路 就是想尽办法要喝水 但是你就自己 很厌恶水的话 这是一个小方法 当你每天要花10块 20块买水的时候 你要从钱包掏出钱来 去花钱买水 你就会乖乖的把它喝完 你知道为什么吗 比起你在就是家里 自己泡了开水啊 或是有些人不喜欢 喝那个滤水器 像公司有些会有滤水器 或是学校以前 会有那种滤水器 或是图书馆 也会有那种滤水器 每个牌子的滤水器 滤出来的水 就是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有些就是会有那个 那机器的味道 或是滤芯的味道 那加上我刚刚说的 温度也有差点 然后聊到温度这件事情 所以光是滤水器 是一件事情 温度又是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会导致你 即便他不用钱 就是你到学校不用钱 公司不用钱 你也不想喝它 因为就是怪味 那刚刚说的 国内外的一些水的品牌 每一款 其实你都去喝 我也不是说 最贵就最好喝 像我后来 就是我试到 我个人真的是最喜欢 就是多喝水 我真的是喝完 所有品牌的水里面 我就只喜欢多喝水 但高单价 那个我买不起 一共要三五十块那种 我个人觉得 我每天喝 我会很伤本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在 评价 就二十块十五块的 那个单价 价格位里面 我去找一个我觉得 我可以接受的味道 后来我喝完之后 我觉得多喝水 它符合我的需求 我觉得它就是没有味道 它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所以我就喜欢 这个没有味道的感觉 所以我后来就选定 这个就长期的喝 那这个方法 的确就养成我 而且好处是 你可以就是量化 你每天喝多少水 我那时候就严格规定 我自己 它需要个 循序渐进的方法 你不可能一天 就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喝水 你就从头到尾 开始喝水 你不喝咖啡 不喝水咬饮 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那时候是告诉我自己 我一天 就是买一瓶水 那我严格规定 我花钱了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 瓶子里面的水 喝到一滴不剩 那后来我去养成 这个习惯之后呢 就每天去买一瓶 矿泉水 把它喝完 久之后呢 你就习惯 哎 我一天不喝 你就会开始怀念 那个口感 怀念说 哎 喝水的确 然后可以解渴 比起你喝咖啡 或喝水咬饮 的确 你就后来会慢慢发现说 水的好处 而是就是养成 喝水的习惯的第一步 你可以从 瓶装水喝起 接下来第二个 关于说 讨厌喝水吗 想养成喝水的习惯 第二招 教你无痛喝水的 pet ball呢 就是 水里加料 或加味 你会咸就是水 无色无味 就喝起来很boring 我以前也是觉得说 我既然都喝东西了 为什么要喝这么 boring的东西呢 我以前年轻之后 回抱这种的心态 但后来就觉得说 我真的没想到 我活到这么年纪大 就年纪这么大 所以我要开始养生 我要注意我的身体 所以就开始喝水 好 讲回来 怎么样在水里加料呢 你可以简单的 就是加一些蜂蜜啊 加一些柠檬啊 加一些薄荷啊 或是有些人就是 他就是一定要有 甜甜的味道 或是香气的话 你可以切水果丁 什么苹果啊 或是凤梨啊 什么这些 就水果丁 一点点加进去里面 你喝起那个水 就一点点的水果香气 你就不会觉得这么无聊 只有饮用水就特别的有滋味 那这也可以增添 你想喝水的欲望 就会多喝一点水 你记不记得 就是遥望大概 十年前有流行一阵子 就是 他水里面会加一点 什么苹蜜桃口味啊 凤梨啊 葡萄啊 什么之类的 那反正就是 他的做法就是 在水里面 加一点果汁 然后让他喝起来 就一点点的香气 真的不是变果汁 就是一点点的香气而已 就是跟我们现在 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水里面 加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那如果你本身不喜欢甜味 你就可以加薄荷 或是我刚刚说了 柠檬 一点点酸味也OK 因为很多人喜欢喝柠檬水 也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让你的这个水 喝起来是有点味道的 它就会提升你的喝水量 但在此提醒你 如果你是喝蜂蜜啊 或喝一些什么苹果啊 或什么 就是你加丁进去的话 它是有糖分的 所以你喝完之后 还是要出个口 避免会有蛀牙的问题 因为如果长期饮用的话 你的口香会呈现一个 永远都有糖分的状况 有可能就比较容易导致蛀牙 所以是第二点 再第三点关于说 讨厌喝水吗 第三个养成喝水习惯的 无痛喝水 小pepper呢 就是三 气泡水 气泡水应该也是 很多人的小pepper 就是如果你是讨厌喝水 但是你没有喜欢有味道 你也不喜欢有甜味 也不喜欢它有些什么 就刚刚说的什么 香料甜加薄荷 或什么香精 什么这些的 你不喜欢 但是你就是讨厌 那个水本身的口感 你觉得 饮用起来 那个滋味非常的boring 很无聊的话呢 这类人士 我就会建议你 从气泡水开始喝起 我之前刚说的 那个医生学长 他那个时候刚开始 是从气泡水开始喝起 他都喝气泡水 后来才喝 就是比较贵的控权水 他说气泡水 喝起来像是 喝那种香槟 或是喝汽水 就是他很喜欢 但是后来觉得 那个东西喝久了 会伤牙齿 因为他其实是打那个打气进去 有时候会伤牙齿 所以有些 他的成分的关系 所以你要少留意 那现在的气泡水呢 除了市售 你可以直接去 便利商店买一罐一罐的气泡水之外 你如果在家里面 你就是长期饮用的话 现在有那种加压器 就是它是气泡机 它可以把水 打气进去 就变成像气泡水的口感 那你可以选择那样的机器 在办公室里面 去装水 然后打成气泡水 这样就可以增添 你喝水的意愿 这也是小沛波 第三个 气泡水 接下来第四个关系说 讨厌喝水吗 想养成喝水的习惯 第四个 无痛喝水的小沛波呢 就是 善用发泡定 为了健康着想 所以你想喝水 跟我一样 就是我那时候是为了健康 就是说 我活到年纪前这把了 就是该注意养生 不能再这么任性 我以前真的是夸张到 我早上买大冰奶 我就一路的喝喝喝 喝到中午 中午就是去节力 去中午买一瓶 就是那种罐装饮料 喝完罐装饮料 就一路的喝到下午 然后下午下课 最后再去买手摇饮 手摇饮喝完之后 再去补习 补习完之后 再买一瓶 那个边上的饮料 就是那无限的连结 就是都是喝饮料店 就是非常的可怕 那后来我就严重的 觉得说这件事情 就是要改掉 那有一阵子 大家就是很流行 喝发泡定 发泡定 就是在水里面加那个 钉进去 它就会发泡 就会变成是 比较有维他命C B群 然后钙片 就是添加一些营养素 这些东西呢 它的确是可以 就补充你的营养之外 它也是喝起来有味道 所以等于是一举两得 但是这些营养补给品呢 它的确是可以 补足你这些营养素 但是过多了 就是然后摄取过量 也是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千万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的维他命C 你又常喝那个 维他命C发泡定的话 它的确是有所谓的 抗氧化的功效 但是成年人 建议每天就是 100毫克 就是这个单位就够了 但就是不要超过太多 虽然大家都说 你这个喝超量 没关系 反正就是代谢掉而已 但是我跟你说 部分的发泡定呢 它含有维他命C 没有错 但是你长期 每天日日夜夜 而且大量的服用的话 就你超过那种量的话 有可能就会导致 恶心呕吐腹痛 或是腹泻的症状 所以如果你平常 有在喝这个东西的话 我跟你讲 它有可怕的之处是 如果你每天喝 日日夜夜的喝 你不喝了之后呢 或是你减量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一些反弹的 就是可能就是它 副作用吧 就会反弹的效果 它会导致你呢 就是反而缺乏 维他命C的这个副作用 有可能它就习惯 你每天会自己 自动的吞进去 这么多的那个 维他命C的量 它身体就不会 自己去供应这些东西 或是你吃食物 它就不会吸收 就会导致你 就是如果你突然不吃了 你身体就会变成 缺乏维他命C 那就会出现的症状 就是会牙龄出血 或是伤口愈合 就会比较受影响 那刚刚讲到的 关于说 什么钙啊 或是所谓的B群啊 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常用这种当发泡钉的话 我是说可以用这个方法来 增加你喝水的机会 但是你不能够把它当成 是一个每天都一直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健康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更不用讲 如果你是孕妇啊 或是小孩的话 可能就要减量 或是先问一下你的医生 才不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那还有喝完这些东西 什么维他命C也好啊 或是刚刚所说的什么 其他的发泡钉也好 都要记得漱口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容易蛀牙 或是腐蚀你的牙齿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 讨厌喝水吗 想养成喝水的习惯 第五个 教你无痛喝水的小撇步 就是冰水加上保温瓶 或是热水加保温瓶 有些人不喜欢喝水 是温度的问题 像我本身也是 其实我敢喝那种绿水器 或是公司要去像里面的 那种饮水机的水 我敢喝 但是前提就是他要很冰 他就是一定要低于10度 我才敢喝 或15度以下我才敢喝 因为你一冰 就是不会有怪味 水只要够冰 基本上你喝不出它的味道 因为就是被冰给震折住 你不会要去品尝它的味道 比较难喝出它的怪味 但如果是常温水 很容易就会喝到那个绿水器的那个怪味 或是那个烧水壶或有个绿的味道 就是那个真的喝得出来 所以如果你本身对于水 你是敢喝 你也习惯喝水 但是你很坚持要喝冰水 或是很坚持要喝热水的人 我跟你诚心的推荐 保温瓶这款商品 你会觉得我要业配的 没有 因为我前阵子呢 因为就是我个人就是真的很喜欢喝冰水 我终于就是鼓起勇气去买了一个保温瓶 你心想说有什么好鼓起勇气的 不然就是我觉得 我之前就觉得是我用不到 但我后来发现说 我真的是相见恨晚 我早就该买了 因为保温瓶它有个好处是 你把冰水装到里面 它不会像是装在杯子外面 就是会一直漏水 因为它遇热 你知道它那个旁边的杯源 就会一直有水珠 就会一直流到你的那个桌上去 就很麻烦 我发现保温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买是真空的那种 它中间有个真空 所以它再冰 它外面的那个杯子都不会流汗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因为它非常饱冰 所以你打开那个杯子 无时无刻都是超冰的冰水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我明明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竟然长大 都没有再去想到这件事情 就傻傻一直买那种 刚说的多喝水的瓶子 然后用那个多喝水瓶子 再当我的杯子喝 那就一直流汗 那其实它很快就退冰了 我跟讲 自从买了保温瓶之后 你无时无刻都可以喝冰水 那如果是女生 你很强调就是你要喝 就是温热水 你不喜欢喝温水 你也不能喝冰水 你就是要喝温热水的话 保温瓶就是你最好的好朋友 请去买起来 而且我觉得 你用了保温瓶 你就可以长期的装一些热水 或是可以泡茶 它可以增加你喝水的意愿 虽然茶不再是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范围里面 但是我觉得 你有保温瓶就可以做比较多的变化 甚至冰水单喝你以后觉得比较开心 也可以刺激你在这个夏天 多喝水的一个纪律 那再次提供给你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五点 关于说 很讨厌喝水吗 五个养成喝水习惯的 无痛喝水秘诀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若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再次去拿我有新香 或是你可以加入IG 去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期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